你覺得口味是可以的就可以 不可以的免費給你吃你都不想吃 就是這個意思 搞定這塊就50元 還有牛雜很好吃 各位觀眾 今集我來到淡水的小食店 什麼小食店呢? 一些老字號的 老平小食店牛雜 好像差一個牛魔王 我們偶然在這裏都會試試地道的 應該是每個城市都會有牛雜 但是這間店我吃過很多次 很OK的 在淡水也很知名 開了十幾年了 大家最主要拍攝我們的牛雜 夠新鮮 而且色澤很棒 各位觀眾 這裏消費又很便宜 因為這裏旁邊有學校 還有一些本地的居民 或者是我們廣東的人 比較適合一些 喜歡吃牛雜 特別天凍的時候 你拿些辣醬也很OK的 這個就是老闆娘 老闆娘做一些援手藝就有一定的時間了 每一天那些牛雜 有人固定有些鬆貨的 是吧? 是吧 你每一天回來 你應該要晚上就要開始 即是早上 凌晨 是吧? 然後馬上就要洗乾淨 清洗 清洗 還有切好它 然後就用你們的傳統秘方去 去煙製還是怎樣? 蚊 蚊? 你也不想吃 就是這個意思 是吧? 那我們就叫了一份 兩個人的份量 50元 50元人民幣 現在老闆娘就加熱一下 看看50元的份量有多少 下面會有些蘿蔔打底 還有我們的豆腐 牛雜 牛肉丸 還有什麼要加進去呢? 蘿蔔豆腐牛雜肉丸 蘿蔔豆腐牛雜肉丸 要要要要要要 有些香菜的調調色 或者湯應該都很鮮味 骨頭湯 自己熬的骨頭湯 骨頭湯 即是每一天在市場上 那些什麼骨? 豬骨 牛骨 即是都是新鮮送貨回來自己熬 是啊 牛骨頭湯 如果你說吃牛雜 你 譬如有些鵝的 你可以試試 它可以加一些粉 還有我們這個鹹菜 豬紅湯 在這個淡水很奇怪的 每個人吃的豬紅的銷量很大 譬如這個豬紅豬雜粥 鹹菜豬紅湯 吃豬紅有什麼好處呢? 應該是排排人內臟的雜物 會比較消化 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我據我所知就是這樣 我偶然也吃 豬紅如果是夠新鮮 如果是煮熬 自己打的 自己做的 自己打 因為你怎樣說 煮豬紅 一定要控制那個時段 水分 否則你太久就會老 太快又不夠熟 太快又不夠熟 老了 如果太久又會粗口 又不夠滑 對吧 我時不時都吃下豬紅 這個位置 介紹一下 前面這裡直行的大概200米 就來到淡水中心 在哪個位置呢? 好宜多 來過淡水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有個好宜多 好宜多就是我們的老城區 包括我們的商業中心 最旺的一個中心地帶 對 一個中心地帶 這一邊呢 就去哪裡呢? 去我們的牌坊 和我們的 維陽汽車總站 那邊有一個樓盤 應該有些觀眾都知道 這裡有這樣的樓盤 維陽汽車站 如果你說在羅湖 過來的 每半個小時 有一班車 是會過來我們這裡淡水的 那個長途巴士 大概是60分鐘的時場 每個小時會對開 如果是星期六日至假日 還會更加加開 來回來我們這裡 大灣區 或者是來我們淡水的小香港 遊玩的話 真的值得來試試 一些當地 叫做地道美食 當地又不敢說 因為周圍都有牛雜吃 不過這間店 記得 叫做老平新鮮牛雜 OK 我們等下 煮兩支 比較沖洗氣的可樂 炸一炸 試試牛雜 等下才開鏡拍給大家看 OK 好 各位觀眾 搞定這碟東西 就50元 最主要 試試牛雜 炆到的情況 夠不夠軟 還有夠不夠配料 做成怎樣 那就用辣椒醬點點吧 很有牛雜味 很爽脆 吃下去 禮照這麼久 雖然我不是什麼美食家 但是呢 你吃到這種牛雜 如果它那種 醃製 即是那種烹飪 那種烹飪 它是可以的 自然是可以 不可以的呢 很難都很難生產到 十年 這些小食 其實很多的城市都有 但是呢 太過於商業化那類型的小食 例如連鎖那些 那些太機械化式 那些生產出來的東西 就不一樣 這些 屋門獨戶 有歷史悠久的 餐飲小食 我喜歡光顧這些多些 外面的商場 街邊 也有 牛雜也有 但是呢 它們的味道 吃下去呢 始終是有點相差 下一個蘿蔔 吃下去呢 清甜 清甜 其實你甜軟不甜 或者是OK不OK 最主要是你拿貨 你固定的供應箱 對吧 這些在大陸 那些飲品很便宜 這些才是三元支 那些七仔 七喜才是三元支很便宜 我們喝一瓶雪碧 那吃舊這些 豆雜 蘿蔔 還有一些 豆腐波 豆腐波 還有一些牛肉丸 牛肉丸 牛肉丸 一定是潮汕 第一名的 至於這隻牛肉丸 吃下去 會不會是麵粉 和多頭 或者是軟軟軟 還是怎樣試試 OK的 這隻牛肉丸 這隻牛肉丸 它不會給你很多粒 因為最主要是吃牛肉 但是吃下去 很有牛肉的味 應該不知道會不會加些 牛肉的調味料 那些粉 還是怎樣 但OK 很香 最主要是牛肉丸 這個湯 還有辣椒醬很好吃 還有牛肉丸 還有牛肉丸 很棒 牛肉丸 這個 很棒 幾十十元 整碟 50元 加3元 53元 老城區 是這樣的 你想找一些 有排面 有檔次的 是有 即是商場裡面的餐飲 也有 但環境舒服 味道不一樣 這是事實 好脆 牛肉丸 OK 那 簡單單的小食 我們就分享給大家 下一集或者後續 我們再分享多些 淡水老城區 或者是惠州 不同的美食 高高低低的都一起分享給大家 OK 這集分享到 拜拜 拜拜